喂,你好,师傅 你好 我打通了 师傅,首先想向师傅访问一个信息 就是在我们弘法当中 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包括有些修心理法门 一年两年的人 他们也会觉得有一段时间 他们会突然觉得自己练经练不动了 而且有些人呢 他会全身发转 说走路也走不动了 然后身上发麻 从下往上发麻 所以呢 有些家属本来就反对 然后这样的看到这种情况 就更反对 然后一般来说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仔细地交流 然后就发现有几个问题 我发现还有五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最多的就是第一个问题 同修帮家人练得太多小房子 自己就没有跟上 有些人为了帮儿女 就有些人根本就自己都不练了 然后还有就是说 而且自己身上都是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 中老年的同修身上比较多 然后自己身上很多业障 然后因为觉得假房子好嘛 然后就赶紧给老公啊 给儿女练 然后把自己就放在一边了 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有些同修就练经打坐 打坐可能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自说自话 至少自话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家里 有些同修家里不是没有佛材吗 然后他们就 在新乡的时候就跪拜 哦 这个也是师父讲过的 不应该的是吧 对对完全不应该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第四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的快速的练小房子 嗯 因为有些同修就是 二十分钟啊 三十分钟啊 练一张小房子 嗯 这个也出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五个问题 就是有些同修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有些同修 长期练那个往生 都四十九遍以上 嗯 有些同修都 将近练了一年了 嗯 都还没有降下来 嗯 所以我就是想跟师父说 就这个 这个这几个问题 其实师父 在广播里面 都讲过 是不是都是惹灵性的 那种行为 嗯 你讲完了没有 讲完了 就是这五个问题 我觉得比较多 师父首先告诉你 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而且非常开悟的人 你刚才讲的几个问题 你不讲 师父都会讲 你讲的完全正确 很多人为什么会念得发软 因为他根本自己都没有能力 去帮助自己 他就去帮助别人 你想想看 他的身体承受得了吗 对 我经常讲一句话 你连一个船都没有 一个小三百 你救上来几百个人 你这个船一定会沉下去的 明白了吗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谁叫他们打坐的 师父再三重生 不许打坐 对 就是不听话 对不对 真的是 我真的是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 有些同学就是埋仇炼金 我跟他们讲 我这里要听广播 都一二在在 咱们说了 对 然后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 听广播呀 没有时间看书啊 然后就进行一套 就出问题 然后有些可能会 精神都会出问题 所以家人呢 还以为我们心理法门有问题 实际上我是觉得真的是他们自己 嗯 没有按照师父教的方法去做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很普遍的 对对对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问题 你刚刚讲了完全正确 实际上 实际上他如果自身不修好的话 他第一救不了别人 啊 第二 如果你家里人的业障很重 本身还反对你的话 讲老实话 对你的气场就有影响 你念一张小房子 拿到半张的效果 而且你自己本身又不念 整天帮人家念 就等于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你说你现在家里只有一百块钱 你说说看人家欠几万块钱 你说你拿出一百块 你能帮助谁啊 是的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度人的时候 我就是想提醒我们同修 就是度人的时候 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些问题 因为不然的话 他们以为我们的不懂的话 不知道没有进入心理法门的人 以为我们心理法门有问题 所以就是要多多的提醒 跟那个新的同修交流 对 这个问题出现在还不一定是新的 有些人我跟他们交流 有些人都需要一年两年都还会出现 就是 就是 你不听师父的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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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广播的话 他不能理解 他只是念经 那过去 那过去也有很多人念经啊 为什么念了也有偏差的 对不对啊 就这个道理 你要 你要有为什么要师父 师父们就是要帮助你们的 如果我 我不帮助你们做什么师父啊 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听广播 权益问答非常非常好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